制作这个小视频 希望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 在各种宗教信仰方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进行一下简单比较 两个地区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 具有类似的华人文化 但是宗教构成和状况非常的不同 我们先看中国大陆 从2010年到2050年的变化趋势 其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没有信仰的人 其次才是民间宗教 什么是民间宗教 简单的说就是 从本土文化 传统历史当中 发展出来的信仰和崇拜 比如说拜日月天地 动物自然 偶像鬼魂 祖先圣贤 属相天象等等 我们可以称之为迷信 其次是佛教徒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历史悠久 已经接近两千多年的历史 而基督教进入中国比较晚 又经历了很多次长期的中断 导致中国缺乏基督信仰的环境 而穆斯林传入中国更晚 主要通过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 和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 传到中国的西部 在中国大陆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这些宗教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导致没有信仰的人占绝大多数 而在未来的三十年 也都不会得到很大的发展 而这四种宗教 只有穆斯林增加的幅度稍微大一些 而基督徒的线下聚会受到限制和打压 未来三十年的预计不会增长 反而会降低 而台湾则是另一番景象 由于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 很多宗教都得到了自由发展 尤其是民间宗教 占绝大多数 其次是佛教 而没有信仰的人占比较小的比重 其次才是基督徒人数 并不是很多 刚刚超过一百万 而穆斯林对这里的影响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以上是我对这两个地区的 简单分析和比较 只代表个人的观点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看法和见解 欢迎在留言区内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的内容 或找不到我的频道 此外 你的点赞 留言 或转发 都会祝福到这个频道 和更多的人 又不许可 多的人 按钮 您不许可